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 我不要找什么对象 都已经丢过几次人了 难道还嫌不够吗 你都已经二十六岁了 不小了 妈着急啊 妈 您着急也没有用啊 您不用为了我低声下词去求人吗 您一次一次的 您不嫌麻烦啊 我都快烦死了 我拜托您母亲大人 您给我留点尊严好不好 是不是非得弄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是个有残缺的人才罢手啊 母亲一次次给儿子安排相亲 可儿子却一次次拒绝 男人名叫张炳伯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十年前为了救哥哥炳伯 被汽车撞坏了双腿 从此只能靠轮椅逮捕 正是因为炳伯残疾的双腿 他没能正常谈恋爱娶弃生子 为此母亲操碎了心 不断给儿子安排相亲 却一次次被儿子拒绝 这天炳伯一气之下 独自开着轮椅出来散心 不料撞到了路边的石头 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整个人都摔了出去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女孩看见 他立马冲过去救人 才刚抓住轮椅 就被导演安排好的小草绊住了脚 精准扑在了霸道总裁的怀里 二人对视良久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 别帮我 我只是想帮你 不需要 谢谢 霸道总裁一身傲气 女孩三番四次想扶他起来 他偏偏拒绝别人的帮助 非要自己爬过去 最后女孩也懒得跟他计较 直接把轮椅摊开推到霸总面前 我只做我应该做的 接不接受 是你的自由 霸总感觉自尊心受挫的同时 又很欣赏她的独特个性 霸霸照镜子发现 戴在脖子上的玉坠不见了 这是亲生母亲留给她的唯一信物 她跑到白天的公园四处寻找 但还是没有找到 禀国拿着捡到的玉坠正在堵物私人 被一旁的哥哥调侃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 一位侠女跑来救你 说不定 这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 禀国从早上就开始等在公园 准备将玉坠归还给霸霸 一直到傍晚才等来那个熟悉的身影 明明心里很高兴 却还是要摆出一副高冷少爷的模样 她拿出一个纸袋递给婷婷 说是补偿她昨天就自己受伤的医疗费 婷婷不想收 禀国强行塞给她 两人推来推去 你不想欠人情 我也不想欠你的 最后婷婷准备骑车离开 禀国又叫住了她 钱你可以不要 玉坠你也不想要了吗 妇婆想给瘫痪的小儿子介绍对象 可惜男人自尊心太强 十分反感母亲的这种做法 但迫于母亲的压力 只能听着她的唠叨 母亲在给她讲相亲对象的情况 而她却在想着另一个女孩 就在她出神的时候 相亲对象来了 然而秉国怎么也想不到 对方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女神 她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一次偶然 在医院当护士的少婷 捡到了秉国妈妈的钱包 并将其归还 妈妈当时就对这个品行优秀的女孩印象极好 后来一打听婷婷目前未婚 便有了介绍给儿子的想法 然后交代下属去打点好这件事 于是婷婷家里隔三差五就会收到礼物 还给她们付了房租 甚至拿了十万现金给婷婷妈 可婷婷觉得不能平白无故受人恩惠 啊 怎么可以这样呢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 您怎么就贸然接受人家的钱呢 咱人群不能丧志 原本她们打算将钱还回去 结果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妹妹 再次发病砍伤了人 为了尽快给妹妹治病 婷婷决定去找秉国妈妈借钱 但又不想亏欠对方太多人情 她答应了秉国妈妈的相亲提议 这样的孩子 太难了 注意看 男人约了女孩相亲 竟推着残疾的哥哥前来 女孩刚开口和男人打了招呼 结果男人就要丢下女孩离开 张炳华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你们约会我就不赔了 不是说是总经理吗 没错 我弟弟就是总经理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约会对象 竟然不是正常的哥哥 而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弟弟 这事还得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说起 妇婆给小儿子炳博安排了一场相亲 少婷是妇婆亲自挑选的未来的媳妇 她非常喜欢这个女孩 千方百计才让少婷同意跟他们见面 我们总经理啊 不论能力 才干和人品 都是一流的 这一点呢 你们可以放心的 原本婷婷妈担心女儿会嫁给灯图浪子 看到哥哥秉华一表人才又谦逊有语 恐怕是自己多虑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公司的总经理 其实说的是弟弟秉博 可没想到这个误会 今后却给两个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弄清事实的婷婷妈 把兄弟俩大骂一顿 婷婷 跟妈回家 你们太不像话了 简直是 等等 姑母 请留过 有什么误会 咱们慢慢谈好不好 别跟我谈 你们是全家 生好了全场 把我们给绕进来 还有什么好谈的 一切免谈 走 姑母 此时的秉博自尊心严重受闯 他大声呵斥着哥哥不要再追了 哥 别追了 让他们走 秉博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人家嫌弃我 他们错把我当成你了 秉博 弘样都是儿子 傅伯却因为弟弟的婚姻大神皇了 把所有气都撒在哥哥身上 秉华毫无怨言 任由妈妈去指责他 你为什么没有尽到一个做哥哥的责任 你为什么会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你已经毁掉你弟弟的腿 毁掉了我的人生 你现在连他的婚姻也要毁掉吗 你太不像话了你 秉博见哥哥挨打 鸡赞已久的怒气终于爆发 你为什么打哥哥 腿是我自己的 与哥哥无关 救哥哥也是我自愿的 这整件事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痴心妄想的笑话 就我这样子 再本的女孩也不会看守我的吗 哥哥他已经尽力了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全都推到哥哥的身上吗 明明对方都已经当面拒绝 可母亲偏偏还想继续撮合他们 够了够了 妈 您这种爱的方式太沉重 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难道你嫌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吗 秉博感觉自己的尊严 已经荡然无存 在外面也只会沦为别人的笑话 万念俱灰的他独自来到寺庙 请求主持帮他剃度出家 秉博 你快出来 你们不要管我 你们走 就在刚刚 男人和心意的女孩约会 结果女孩嫌他双腿残疾 就当众拒绝了他 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的秉博 一时想不开 想用剃度出家来逃避问题 无论家人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 此时弟弟突然想到哥哥的心结在哪里了 他急急忙忙跑到少廷家 少母却给他吃了闭门羹 他丧气地准备离开 恰巧碰到刚回来的少廷 在他真诚的劝说之下 婷婷答应去见秉博 家秉博 你躲在里面算什么 我很庆幸当时选择拒绝这门婚事 否则我把自己的一辈子 托付给像你这样的懦夫 我这辈子毫无幸福可言 够了 被我妈和我哥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就因为你妈和你哥爱你 你就把他当作一种武器来折磨他们 就因为他们对你有亏欠 你就该把他当作一种勒索 来这样对他们所求吗 你做进自己来达到所求的目的 算什么男子汉 想不到 你不仅身残 你心更残 够了够了 我不要再听 你凭什么教训我 你是我什么人 凭 凭你是我要嫁的人 婷婷自己也没想到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禀国妈妈问她 最后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婷婷没有直接回答 她说禀国对她一见钟情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真正交往之后 才会了解彼此 也许最后发现对方都不如预期的那么好 即使没在一起也不会有任何难堪 几天之后 禀国正式邀请婷婷约会 通过这次深入的交流 她知道了婷婷说的那些话 都是出自真心 她从来就没有看不起她 只要禀国消除心中的病母 敞开心扉接受别人的帮助 她答应和她好好相处 禀国回家告诉母亲 婷婷是真心想嫁给她 并非出于同情 这让母亲和哥哥倍感欣慰 她希望两人尽快决心婚礼 而即将完成心愿的母亲 也终于开始关心起大儿子禀华 禀国的事终于解决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 如果你有合适的对象 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其实禀华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 她不想母亲因为自己的事而分心 便将此事隐瞒了下来 但她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决定 却改变了她今后的一生 女孩仗着父婆一家都喜欢她 竟然对未来的婆婆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她妈妈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她妈要你娶她妹妹 少廷才能嫁给禀国 禀华一听愣着 母亲觉得这个条件实在太过分了 她坚决不能以牺牲大儿子的幸福 来换取小儿子的婚姻 可善良的禀华一想到会因为自己 让母亲失望 也让弟弟失去心爱的人 她非常的痛苦 如果一直单身还好 但其实她有一个相爱多年的女友 并且前不久两人还悄悄领了结婚证 母亲帮儿子抹去眼泪 安慰她不要多想 肯定还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可禀华心里知道 这件事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晚上禀博找哥哥喝酒 他第一次向哥哥透露自己的心声 自从出了车祸以后 失去双腿的他同时也失去了自信 自卑使他多年来一直封闭自己的感情 甚至动过轻声的念头 直到遇见了少廷 他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整个世界 哥 我现在 是全天下 最幸福的人 禀华看着弟弟如此高兴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弟弟 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第二天 禀华约女朋友单单出来 女孩万万没想到 男友竟不是和他来约会的 单单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们明天办离婚手续吧 单单惊讶地望着自己深爱的男人 他觉得禀华是在说谎 如此突然地决定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可无论他怎么盘问 禀华始终不肯给他的解释 单单继续用他们曾经恩爱的过往 试图留住爱人的心 最后却依然只换来对不起三个字 他实在无法忍受莫名其妙的被分手 张禀华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这个哥哥为了能让弟弟娶到所爱之人 竟然要和自己的老婆离婚 来娶弟媳的妹妹 妈 我答应邵家提出的条件 母亲没想到儿子居然会答应 这可关系到他一辈子的幸福 但比起弟弟小时候为了救他失去双头 禀华觉得这点牺牲根本不算什么 可事情哪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一个月前 禀华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 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单单领了结婚证 而此时 为了家人他又要抛弃新婚不久的妻子 禀华一拳一拳地打在沙土上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痛苦 单单不明白为什么禀华会变成现在这样 前一秒还是温柔体贴的好丈夫 现在却突然要跟他离婚 如果是单纯的变心 他大可不必如此遭见自己 单单三番四次给他机会解释 可是禀华永远只有对不起三个字 两个伤心的人抱在一起 单单心疼地抚摸着爱人的脸 禀华 我不想知道答案了 你不必再为难 我决定 证据爱你 如果分开可以不让禀华痛苦 他决定不再抢求这个婚姻 二人为了给相爱的这段日子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这天单单正在工作 无意间听到公司同事在八卦新闻 女同事说他们总经理要结婚了 但女方是有条件的 副总要同时娶她妹妹才肯答应这门婚事 这下单单终于知道禀华的苦衷 他发誓一定要给自己讨回公道 对于突然到访了单单 禀博有些意外 他没想哥哥的前女友会来找他 单单说他和禀华的感情一直很好 前不久还正式见过他父母 而他们分开的原因全是因为禀华 因为我 请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你的准心娘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她妹妹同事嫁给禀华 她才嫁给你 你胡说 不是这么回事 少廷怎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呢 是少廷提出只要你娶少校 她才答应跟我结婚 是妈比你娶少校 所以你才跟单单分手的 哥哥为了让弟弟娶到老婆 不惜赌上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 为了瞒着弟弟 他打死都不能承认 再说他和单单已经离婚 两兄弟娶两姐妹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否则他将愧对母亲和弟弟 禀华想尽办法打消弟弟的疑虑 他说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可禀博根本不信 以他对哥哥的了解 禀华不是那个见一面就和别人结婚的人 他说哥哥肯定是想弥补对他的亏欠 所以才想借此机会牺牲自己的幸福 禀华说我没有伟大到可以牺牲自己的感情 去成全弟弟的婚姻 和单单恋爱又不是一定非他不娶 禀博却说 如果真像哥哥说的那样 那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更不配得到单单的爱 说罢便离开去找少廷了 少廷接到禀博的电话急忙赶过来 怎么了 我哪里不对了 我在看你美丽的外表下 究竟藏着怎样一颗心 你嫁给我 不是出于真心的 对不对 你答应这门婚事 是有条件的 对不对 你利用我对你的感情 设计了一个圈套 让我各往里钻 对不对 你认为因为我爱你 你就可以对我的家人有所求吗 你认为因为我爱你 我的家人就该接受你的勒索吗 你打错算盘了 禀博让婷婷解释 可婷婷却说 为什么 你认为你哥哥是被逼娶我妹妹的呢 为什么你主观地认为 我妹妹不能得到你哥哥的爱呢 你自己 无法走出残缺的悲情 就以为所有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能不能用正常一点的角度来看待世间的感情 我不想因为我而伤害我的哥哥 那样不仅害了他害了少小 也会让我一辈子背负伤害亲的痛苦呢 为什么你对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总是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两个的婚事就此打住 别再谈下去了 没有我们的婚事 也就不会有我哥和少小的婚事了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说罢婷婷便转身离开 婷婷的激将法似乎起到了作用 领国叫住了她 少庭 我在最后一次问你 你嫁给我是心甘情愿 不是出于无奈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吗 婷婷说如果没有任何无奈和条件 那是骗人的 她本来可以嫁给一个健全的人 但是他们相遇了 丙国喜欢她 她也欣赏丙国的才华和能力 而她愿意接受这份喜欢 这就是她的无奈 她还说妹妹和丙华是互相喜欢 她妈妈才提出同时嫁给你们兄弟俩的建议 好了 我的话讲完了 如果你还有疑虑 那就解除一切婚约 包括你哥哥和小小的 不 少庭 如果我哥和少小是真的相爱 我怎么可以去破坏他们的婚姻呢 我相信你说的话 婷婷真诚的话语最终说服了丙 她选择无条件地相信这个女人 对于婷婷 她已经爱到了骨子里 丙国离开以后 婷婷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屏花 我已经消除了你弟弟的疑虑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女人在商场给未来儿媳妇挑戒指 却被眼前的男人深深吸引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直到男人慢慢靠近她 她才回过神来 她看着一旁的好闺蜜 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奈 一气之下晕了过去 男人过去扶她 却被一个女人强行拖走 女人双眼含泪地看着他们离去 一旁的丙华和丙国非常不紧 为什么母亲会因为一个陌生男人 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 妈 到底怎么回事 您跟高伯父高伯母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没有说话 她努力回想着 二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事 原来母亲的初恋情缘 就是丙华的前女友单单的父亲高旭东 当时已有身孕的玉兰 一直在等自己的恋人回家 却不知两人同时被她的闺蜜贺之梅算计 当时高旭东在城里上班 有次生病住了院 身为护士的贺之梅在照顾她的那段时间 却爱上了这个男人 为了能够得到高旭东 她开始两头撒谎 骗玉兰说 高旭东已经移情别恋在城里 和其他女人结了婚 她教唆玉兰放弃这个负心的男人 善良的玉兰听信了闺蜜的谎言 后来嫁给了丙博的爸 高旭东从至梅的口中 得知玉兰已经嫁给了别的男人 她以为是玉兰先背叛了自己 心机的贺之梅 趁这个机会接近高旭东 不断地去安慰她鼓励她 最后终于得偿所愿 高旭东决定放下过去的胆情 跟贺之梅开启了新的生物 两个彼此相爱之人 就这样被人挑拨离间而分开 想到这些 天哪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玉兰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被好朋友骗了二十几年 丢了爱人不说 还让大儿子秉华从此失去了亲生父亲 第二天 高旭东约玉兰出来见面 单单和秉华已经相爱三年了 他们彼此有着很深的感情基础 不管我们上一代的感情如何 我希望 不要影响到他们下一代 年轻人相爱是农罪的 玉兰听了之后立马摇头 她直言谁都可以做她儿媳妇 唯独你的女儿不行 高旭东当然听不出这话的含义 接着毫不吝啬地夸赞起自己的女儿 希望玉兰能摒弃前嫌成全下一代人的感情 可她哪里知道 玉兰如此坚决地反对 是因为秉华是她高旭东的亲生儿子 但为了两家人的安稳声 玉兰并不打算将这个秘密说出来 话讲到一半又都收了回去 从前的种种误会没办法解开 而女们也将继续被蒙在鼓里 注意看 这两个女人马上要打起来了 因为她俩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 一个是能力强 家境好的气质美女 一个是温柔可人 却家境贫穷的凌家小妹 女人步步紧逼 是问她为什么抢走自己心爱的男人 你用这种手段 太卑鄙了吧 说话呀 说呀 你说呀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听不懂 单单觉得少小是在装糊弄 她痛斥少小用卑劣的手段 拆散了她和秉华的恋人关系 就在这时姐姐少婷发现了妹妹正在被人欺负 赶紧冲过来护着她 高小姐 你跟我妹妹说什么了 单单给姐妹俩翻了个白眼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高大夫的女儿 我知道啊 除了这个 你还有一个不知道吗 我是张炳华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听到这个消息 少婷惊慌失措 她害怕妹妹知道真相 连忙拉起她离开 高大夫急忙跑过来阻止女人 单单问父亲少小是不是她的病人 现在她终于明白 少婷为什么提要求让炳华娶她的妹妹 我现在算明白了 就是因为少小有病 所以少婷才用这种办法逼炳华娶她妹妹 她真是太自私 太不偷德了 晚上 炳博来找婷婷 婷婷 炳博找你来了 她担心小小的病情已经被对方知道 小心翼翼地走过来打招呼 没想到炳博递给了她一张房产证 我有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 把这间店和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以后 你妈妈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 不用担心房租的问题 你也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炳博的善良和细心 让婷婷感到无比羞愧 她恨自己利用了这份真心 去达到守护妹妹的目的 可是错误一旦开始便没有了退路 她现在最担心的是 丹丹会不会把小小有病的事情揭露出去 想到这些 她直接来到了高大夫家里 把丹丹约了出来 高小姐 我想问你 小小的事 你有没有 你想问我有没有告诉炳华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真应该说的 丹丹说 你们这样做对炳华太残忍了 她根本不爱小小 可婷婷并不这么认为 我看未必吧 这段时间 张炳华对小小的细心呵护 我想 她对小小是有感情的 不可能 她还得是我 如果你们的爱情真的那么坚固 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拆散呢 丹丹被这句话彻底激怒 她告诫婷婷 只是包不住火了 完得了一时 瞒不住一辈子 丹华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 说爸便生气地离开 单单回到家拿起电话 想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丹华 却想起爸爸说过的话 希望你不要在少小的位置上做文章 她的这个病已经落客了 我们不能欺负你 在她上口上死 丹丹不是什么 她跟少小也不是第一次见面 难道她看不出少小的毛丹丹 你要真想要给你被丙华的话 应该光明这些头 不应该用这种手段 无奈地丹丹便倒头痛哭了起来 次日到了丙华结婚的日子 可一个男人的出现 却让本该喜庆的日子成了笑话 今天是这两对新人的大喜日子 就在他们准备亲吻的时候 突然 新娘看见了一个戴墨镜的男人 她吓得大声地叫了起来 在母亲和姐姐的安慰下 她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婚礼还没结束 小小就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父婆没想到 她堂堂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儿子的婚礼 竟然会闹成这副模样 丙华 你不能走 留下来照顾客人 医院里 高大夫问小小的妈妈 她的病不是一直恢复得很好吗 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我刚刚看过 护士送来的病例 少小这次受的刺激是很大的 之前所做的治疗恐怕 会前功尽弃 也许会回到 她当时受创伤时的状态 少母好不容易盼到女人们结婚 结果小小病情复发还搞砸了婚礼 回去后还不知道怎么跟亲家交代 就在这时 秉华走了进来 请你告诉我 小小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有权利知道自己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不是吗 少母眼看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 只好如是把真相告诉了她 原来 小小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女孩 上大三那年她和同学们一起外出交友 后来不小心和大家走散 落单的她结果被一个男人给欺负 当家人们再次找到她的时候 小小衣衫不整已经完全不成人样 从此便患上了间歇性狂躁自闭症 只要一受到刺激就会发病 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伤到自己和他人 秉华虽然很同情小小的遭遇 但她无法原谅这样的欺骗行为 少母一边哭一边下跪 请求秉华不要抛弃小小 善良的她最后还是不忍心看着母女受苦 她向丈母娘承诺自己会帮小小治病 更不会扔下她不管 小小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才能碰到秉华这样的丈夫 父婆身心疲惫地从婚礼现场回来 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 让儿子把小小带回家 不许她在医院接受治疗 接着将小儿媳带去书房 她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真相 我问你 你妹妹为什么会在婚礼上情绪失控 她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婷婷下的眼泪直流不敢说话 她轻轻点了点头 父婆感到心痛万分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不道德的事情啊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你是有预谋的 你对不起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把我们在婚礼上失去的面子找回来吗 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把我们这几十年来在场场上的形象反又回来吗 少婷 我是这么的喜欢你 对你的期望也很深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此事门外的秉伯 将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她凶狠的目光透露着一场家庭暴风雨即将要来临 新婚第一天 妻子就委屈地站在门口求丈夫原谅 丈夫二话不说拿起东西就朝妻子杂去 不料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少婷的脚踝 我 你不会坚持写吗 事情的轻重换机 搞不清楚啊 让我留点心 我心里会好过一点 原来就在昨天 患有精神病的妹妹突然发病 在婚礼上大闹 导致他们家颜面禁失 秉伯没想到深爱的妻子竟然隐瞒妹妹的疾病 这是她不能容忍的 她怒斥婷婷利用自己的感情 来骗取他们全家对她的信任 可婷婷却说 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秉伯根本不听她的解释 无论婷婷怎么道歉 伤害已经造成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秉伯一气之下拿东西砸伤了她的脚 鲜血不停地往外流 回过神来的秉伯又开始心疼 她让婷婷马上去处理伤口 婷婷没动 或许流了血才能让她好受些吧 这边哥哥秉华来到少婷的房间 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 她不知如何是好 虽说照顾妻子是她的责任 但自己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娶了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 她不禁问起了自己 难道她真的要跟这样的女孩共度一生吗 第二天 秉伯将两份离婚协议书放在了哥哥面前 我跟婷婷的离婚协议书已经签好了 这个 是你跟少小的 签字吧 什么 你要跟少婷离婚 对 我们一起办的婚事 我希望离婚也一起办 秉华不想离婚 她说小小是无辜的 离婚只会加重她的病情 这样岂不是又毁掉了一个人的人生 平常她什么都会听弟弟的 但这件事不行 她毫不犹豫撕掉了所有的离婚协议书 次日晚上 秉国在回家的路上突发车祸 被人送进了医院 还好只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 快把妈架死了 痛不痛啊 妈 没事 不疼 一家人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 少婷给秉国倒水喝 她直接拿起杯子把水倒掉 婷婷没有说话 接着又倒 她继续泼 一杯接着一杯 秉国终于忍不住爆发 她告诉婷婷别再假惺惺的装模作样 呵斥她离开省的在这里委屈求全 你还是趁早离开我 免得我拖累你 我是你合法的妻子 我有义务照顾你 无论你有什么方法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这有何苦呢 你应该解脱 你何必在这里委屈求全 婷婷没有丝毫怨言 她忍受着秉国所有的坏脾气 一如既往做她自己应该做的事 打完水回来的婷婷 遇到了以前的同事高医生 她告诉婷婷 其实秉国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并不像她外表那么冷漠 为了帮小小治病还特地来找过她 其实开始我对你嫁给她 觉得并不合适 当我和张秉国谈过话之后 我发现实际上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并不像她外表那么冷漠 原来天天骂着婷婷 又要赶她走的秉国 背地里却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婷婷深受感动 她握住秉国的手 对她说 谢谢你不恨小小 还帮她找大夫治病 我知道你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 可婷婷哪里知道 秉国却一点听不进去 她决定让岳母娘帮自己和婷婷离婚 男人为了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婚 竟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了丈母娘 想让丈母娘帮自己交给妻子 没想到丈母娘竟痛快答应 还亲自到女婿家接女儿回家 婷婷看着深爱的丈夫 再次恳求她 秉国 就算我求你 别赶我走 让我留下来 好好补偿我的过失 秉国说你就不怕我残废的双腿 和臭脾气会拖累你吗 而婷婷却坚定地告诉她自己是不会走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秉国也不想做得太过分 她说离婚的事就暂且先放下吧 如果哪天你后悔了 这份离婚协议随时都可以生效 然而 刀子嘴豆腐心的秉国 前一秒还在赶人走 下一秒就设计将母亲支开 让哥哥叫高医生来家里给小小看病 哥 我给高大夫打个电话了 一会儿她会到家里来给小小看病 你就留在家里面等她 难怪 你要缠着妈去给爸上香 还不让我跟着去 原来你愿了高大 小声点 别让妈听见了 可小小现在的病情比较严重 高医生叮嘱几个年轻人 多劝劝自己的母亲 让小小尽快去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 像这样成天待在家里对她的病情相当不利 次日 秉国带了一个大蛋糕回来 但保姆告诉她婷婷有事出去 秉国没有多想让人把蛋糕拿到了房间 吃晚饭的时候 秉国突然告诉母亲 上次在车祸中救她的那个人找到了 她夸奖对方无论学识还是品质都很不错 目前也正在找工作 她想征得母亲同意之后 在公司安排一个职位给自己的救命恩人 虽然公司有严格的要求 员工需要经过考核才能上岗 但在儿子们的吉利劝说下 最终母亲还是答应给她破例一次 时间已快到深夜 婷婷还没回家 秉国正在房间焦急地等待 只是她不知道 妻子听听此时正在和其他的男人约会 而且这个人正是她的救命恩人 男人买了蛋糕准备给妻子庆收 可妻子却偷偷出去和救情人约会 等妻子回来后 丈夫问她去了哪里 妻子说回了娘家 丈夫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你到底还骗我多久 我给你母亲打过电话了 你根本就没回娘家 你几骗我一次还不够 现在又顾忌重演 你简直是说谎成性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你最好一次跟我说清楚 眼看谎言被当面拆穿 婷婷支支吾吾说她有自己的苦衷 却表达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气之下 秉国叫保姆把蛋糕扔掉 可是我听司机小刘说 今天是夫人的生日 这蛋糕是你等了好几个小时才买到的 婷婷不想辜负秉国的一番好意 正当她准备吃的时候 秉国却把蛋糕打翻在她的身上 还说她是假装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以后都不想再看到她了 你不要再装受委屈的样子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你最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婷婷伤心地离开 可当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又害怕母亲看到她现在的样子会担心 无处可去的她只能来到家附近的公园 而此时 秉国又在后悔大晚上把婷婷赶出去 心急地她拨通了少母的电话 得知女儿半夜还在外面的消息 她急忙跑出去寻找 可婷婷听到母亲的声音之后却不敢露面 少母心急如焚地喊着女儿的名字 婷婷不忍心看着母亲难搏 于是出来和母亲相见 随后母亲把婷婷送到了家里 本以为今天的事就算过去 然而秉国却再一次发出灵魂拷问 她回来干什么 你说话呀 说呀 你根本就没回娘家 你是不是去找别人了 对不对 秉华闻声赶过来劝弟弟 并让婷婷先回房间休息 她安慰秉国不要多想 既然和婷婷做了夫妻就要相互信任 不应该怀疑她 秉国在哥哥的劝说下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婆婆提醒婷婷做他们家的儿媳妇 该有的规矩还是要遵守 接着又问她昨晚去了哪 婷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秉国也很想知道答案 但她还是帮婷婷打了圆场 啊 少婷她跟我讲过了 她昨天晚上 回娘家去了 因为母女感情比较深 所以 有很多话要讲 婆婆看在儿子的份上便不再追究此事 婷婷转头向秉国道谢 但她没有领位 却又要哥哥打电话给高医生 请她过来给小小看病 婷婷似乎都已经习惯 她这嘴硬心软的个性 据高医生的观察 小小的病情最近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她建议最好还是住院治疗 我恐怕 不方便再来了 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担心我吗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瞒住她的 真的不好意思 我 我必须顾及 我家人的感受 父母 父母 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不是你的原因 两个晚辈并不知道她和玉兰之间的种种恩怨 高医生只能找借口推托 她时间长了早晚会被妻子和玉兰发现 正当三人还在讨论的时候 玉兰突然回到家中 妈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叫你离高家的人远一点吗 这个人怎么会在这呢 男人来到初恋情人的家里给她的儿媳妇看病 不料离开时竟遇到了她 她看着眼前这个伤她最深的男人 想要赶她走 可高医生却劝她赶紧将儿媳送到医院治疗 她却怒斥她 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轮不到你来管 况且小小 她只是过度紧张和压力造成的 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不料这一切被高医生的妻子喝之没看到 她以为俩人又就情夫人 气得当着晚辈的面和高医生争吵了起来 丈夫担心妻子胡乱说话 准备带她离开 你怕什么 怕我会为难她是不是 高兮东 我现在是你的妻子 你竟然当着我的面为伏她 知眉 注意一下自己的风度好不好 风度 我的家都快被毁了 我还注意什么风度 赫之眉以为是总裁 故意把高医生叫到家里 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高医生 赫之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玉兰 我不管你过去和高徐东是什么关系 可是今天 她是我的丈夫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借口 为什么非逼着她来给你的儿媳妇看病 你口口声声说 我纠缠徐东 我们不是最要好的知己吗 我倒想问问你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啊 高医生见事情越闹越大 她只能强行将妻子拖走 回到家的高医生怒斥赫之眉 不应该当着晚辈的面吵架 可赫之眉却问她当年为啥对她事不见 高医生却不想再提当年的事 可没想到赫之眉竟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因为你的命是我救的 没有我你不可能活着 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的 我要拆散你们 赫之眉像疯子一样又哭又响 嘴上说着自己成功拆散了丈夫和玉兰 然后她跑到房间取出了一个木箱 我成功地拆散了你们 我成功地拆散了你们 高医生捡起地上的信封 这些全是当年她和玉兰写给对方的信 却不料被赫之眉藏了几十年 我把玉兰寄给你的信全都扣下了 还骗她说 你已经爱上了别的女人 你已经结婚了 她没指望了 那我借给玉兰 又被退回来的信 我根本就没有记 我骗你说那是被退回来的 我在你和玉兰之间制造假象 我让你们俩产生误会 听完这些 高医生情绪爆发直接将妻子推到地上 大声怒斥她辜负了玉兰的信任 做出这么多伤害她的事情 事已至此 高旭东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诊边人 竟然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她一脚踢开了贺之眉 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家 此时的枝眉已经万念俱灰 埋藏心中几十年的痛苦终于解脱了 而此时的高医生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二十多年自己错怪了总裁 而下班回到家的丹丹 却发现了满地的信件 来到房间却看到母亲 已经喝下了一大瓶安眠药 女孩下班回到家 发现地上洒满了信封 她捡起几张看了看 这些信上的收件人 全是父亲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她顿感事情不妙 当她跑到二楼一看 母亲已经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还好女儿发现了及时 那是 活得 好痛苦 恶之眉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而且丈夫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把自己当年做的错事一一告诉了母 看起来也似乎有了悔过之心 高旭东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也准备放下过去的一起 毕竟她已经错过了和玉兰解释的最好时机 今后就让这个秘密永远地埋藏下去 单单没想到上一代的恩怨竟如此深 她和秉华的事看来是没什么希望 而另一边少婷也把少小的事告诉了总裁 原来在上大学时 在一次郊游时 少小被一个男人尾随 然后就被侵犯了 等少婷发现她时 她一人在山洞里狼狈不堪精神恍惚 这段挥之不去的回忆让少婷很难忘记 所以才对妹妹照顾有家 而得知真相的总裁却贪坐在沙发上 小小的遭遇是不幸的 可秉华才是受伤最深的人 为了弟弟的幸福 让她娶一个不爱的女人 母亲希望秉华考虑放弃和小小的婚姻 这关系到她一辈子的幸福 可秉华觉得此事放弃小小 无异于对小小是雪上加霜 母亲被秉华的善良深深感动 秉华的一番话让总裁欣慰不容 一天夜里小小突然半夜醒来 可眼前一片漆黑令她感到害怕 于是想去找姐姐 她跌跌撞撞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不慎踢到了里面的家具 姐 玉兰赶紧打开灯 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 原来刚刚朝她扑过来的是小小 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别怕 小小 不要怕 过来 过来 来 妈 小小 不要怕 玉兰紧紧地抱着小小 温柔地安慰着她 是你自己的家呀 不会有坏人的啊 不会再有坏人来欺负你了 这一刻 玉兰终于体会到小小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家人的陪伴对小小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或许有一天 只要给予足够的关心和爱 她这个大媳妇 说不定真的可以变回正常人 秉华担心小小会害怕 于是陪了她一整夜 看见她睡在旁边 小小不但没有拍摄 还贴心地为她盖上衣服 当秉华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她发现眼前的女孩是多么的单纯而美好 秉华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没有打扰 不然 小小一下没站稳差点摔到地上了 幸亏秉华眼疾手快接住了 没事吧 没 没事 此时他们四目相对 就此也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总裁来到医院看儿媳 不料竟遇到二十年前的初恋情人 总裁心中百感焦急 于是约了她在天台见面 许东 你 你 你是不是 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高医生心中十分纠结 如果告诉总裁真相 他们之间的误会就会和解 可如果说出真相 那她该如何面对有二十多年感情的妻子 更何况总裁要是知道当初拆散他们的是她最好的婚姻 她一定受不了 思考半课后她只用三个字将总裁蒙混了过去 对不起 总裁听后彻底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失望了 你伤害我 背叛了我们的誓言 还娶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到现在 你对我只有一句对不起 高医生说总裁二十多年来都没被压力击垮 这次肯定还会坚强地活下去 可总裁却不想听她夸自己 只想要一个答案 我王玉兰凭什么让你来摆布我的命运 现在站在你眼前的这个女人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为爱执着 不顾一切 痴情的女人 她活得很好 她活得比谁都好 高医生不求总裁能原谅她 只希望不要把他们的恩怨 强加在女儿丹丹的身上 毕竟丹丹和丙华是无辜的 总裁听后生气地拂袖离去 不料这一切被丹丹全部看透 他问父亲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总裁 高医生却说她宁愿被总裁喷一辈子 也不愿同时让两个女人受伤 丹丹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 于是找到了总裁 希望总裁能成全她和丙华 可总裁却说丙华已经结婚了 让丹丹死了这条心 不要再去破坏丙华的婚姻 况且 丙华她已经结了婚 你这样破坏人家的家庭是不道德的 我希望你适可而止 不要再来纠缠丙华 去打扰他们夫妻的生活 总裁的态度让丹丹瞬间绝望 自从见了总裁后 丹丹每天都会刻意地躲着丙华 丙华对此很不理解 于是再三追问下 丹丹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丙华 丙华随后找到总裁 可他还没说明情况就被总裁严厉警告 你给我听着 再不要跟高丹丹纠缠在一起 必须把他给忘了 要不然 我一定会辞掉高丹丹的 你听到没有 丙华对母亲的话无比震惊 于是他独自一人在外面喝酒 可他哪里知道母亲心中的苦 我不能受 我苦心积虑 隐瞒了这么多年 就是不想让丙华受到伤害 我宁可丙华死你 这个苦苦 就让我自己来承受 丙华喝了十几瓶酒后回到家里 他来到小小的房间 看着无忧无虑的小小 终于将自己心中的痛苦 全部告诉了小小 从小我就羡慕宾罗 可以在妈妈的怀里 撒娇 爽浪 我只能远远地望着 我多么渴望 妈也能看我一眼 多么渴望妈妈温暖的双手 能够签证 拥抱我 但是 这始终是我渴望不可及的 总裁没想到自己的儿子 静活得这么快 伤心地他跑回房间 自言自语 丙华 我从来不知道 你心里有这么苦 请你原谅我 你要原谅妈 我不应该把对徐东的恨 转嫁到你的身上来 害得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是妈对不起你 妈对不起你 冰花 就在这时小小的房间 却传来了惨烈的叫声 男人喝醉酒后去找妻子 不小心踢到了床头柜 直接摔到了熟睡的妻子身上 妻子吓得连连大叫 受到惊吓的妻子 脑海里浮现出曾经被人强暴的话 她痛哭地挣扎着 却怎么也叫不醒喝醉的丈夫 失控的她拿起一旁的刀子 直接朝丈夫刺去 丙华从剧烈的疼痛中清醒过来 等到家人们赶来 小小正举着鲜红的刀子瑟瑟发抖 丙华已经倒在了地上 小小 你干什么呀小小 我要杀 我坏人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这样呢 她不是坏人 她是丙华呀 你伤着丙华了 婷婷本想去帮婆婆 结果被她拒绝了 她让婷婷看好自己的妹妹 免得再伤到其他人 恢复后的小小知道自己误伤了丙华 内心十分的自责 她一直待在大厅等着他们回家 伤怎么样了 没事 你不用为我担心 什么没事啊 流了那么多血 缝了好几针呢 小小真诚地向他们道歉 并请求婆婆给她机会照顾丙华 婆婆却直言 让她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但小小没有灰心继续向婆婆争取 其他人也都帮着说好话 最后玉兰还是答应了 大家离开之后 小小开始主动跟丙华说话 听到小小能说出这样的话 丙华很惊喜地发现 她的思维越来越有条理 小小说多亏有大家的关心 她当然要快点好起来 丙华欣慰地点点头 虽然挨了一刀 但现在看来是非常值得 而今晚 是丙华这么久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晚 可另一间房的夫妻俩 却在熟睡时被一通电话吵起 这半夜三分会是谁打来的呢 更奇怪的是 电话接通后对面又没有声音 丙华说可能是别人打错了 但婷婷却不这么想 她心里隐隐约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怎么最近老慧 我声的电话打 这到底是谁 今天是他们婚后一年第一次同房 男人正准备和妻子上床休息 突然女人却说自己要去洗澡 我想去洗个澡 你不是刚洗过吗 我没洗干净 你不是刚洗完吗 于是女人又来到了浴室 拼命地搓着自己的身子 胳膊都被搓红了 她还在不停地搓 见女人洗了几十分钟了还不出来 丈夫觉得很奇怪 于是把妻子的姐姐叫来 婷婷 小小还没洗好 她平时洗澡也这么久吗 婷婷瞬间像知道了什么 赶紧跑去妹妹的房间 而此时 浴室里传来了一阵哭声 情急之下 婷婷准备硬闯进去 结果小小自己出来了 她一把抱着姐姐痛哭起来 我自己都洗不干净 姐 姐知道 小小别哭 小小不哭 此刻小小内心的苦只有姐姐知道 这是她永远也无法抹去的阴影 禀华一头雾水走过来询问原因 你怎么了 什么洗不干净了 好了小小不哭啊 不哭 大哥 自从小小出了那件事情之后 她就觉得自己不干净 傻丫头 你想太多了 没有关系的 怎么眼里 你永远是最纯洁 最可爱的女孩 这是什么神仙男人呢 得福如此 七月何求呢 婷婷在一旁流下羡慕的眼泪 随后禀华带着小小进了房间 耐心地开导着小小 小小 该惭愧的 该惭愧的不应该是你 应该是那个伤害你的人 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把它彻底忘掉 我想忘掉 可是我怎么都忘掉 这只能说明我对你做的还不够多 还不够好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所以 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你 秉华想到小小忘掉过去 可此事已经在小小心里跟深地骨 哪有那么容易忘记 秉华鼓励小小振作起来 小小 看着我 你希望我幸福快乐吗 如果你不幸福 不快乐 我也不会幸福快乐的 我们现在是夫妻 人甘共苦的夫妻 让我们 为了我们的幸福和快乐 努力去摆脱你的阴影和噩梦 好吗 刺热秉华带着小小来到海边 小小看着大海不由地发出感叹 以前 我最喜欢来到大海边的 可以光着脚追海浪 然后捡贝壳回家 自从小小被侵犯后 他再也没来过海边 秉华鼓励小小要积极面对生物 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 秉华还说自己一有心事 就会朝着大海呐喊 这里会让他忘记所有的烦恼 说罢秉华便朝着大海呐喊 妈 我是多么渴望您对我的爱 请您让我再次感受母爱的温暖好吗 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妈 妈 小小这才知道不止自己心中有痛苦 原来秉华比自己更痛苦 秉华说自己信任小小 才会当着他的面说出心里话 说罢小小也朝着大海 说出了埋藏已久的话 这一款不仅防止耐衰 还具备卫星导航功能 去哪都不会迷路的 如果你买两台的话呢 就可以准确地知道对方的位置了 好 麻烦你 我要两台 男人本来是给妻子买手机 结果一听售货员的介绍 果断买了两台 哦 这是给你买的新手机 给我 你的手机摔坏了吗 我给你买了个新的 婷婷收到丈夫送的礼物特别开心 看到妻子高兴的模样 秉华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子 然而 当她帮婷婷换电话卡的时候 手机上刚好显示有一条未读短信 她随手点开一看 好家伙 上面的内容竟然是 我好想你 失明不拒 秉华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她不露声色地将短信删掉 接着把手机扔给了婷婷 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她的突然此举让婷婷感到莫名其妙 但当时并没有多想 第二天 秉华正在处理公事 李静松故意在她面前拿起手机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我以前的女朋友 真是搞不懂 我们分手很久了 可她总是发短信给我 做不成男女朋友 也可以做普通朋友 问候一生也不奇怪 可问题是 她总发这么一句话 我好想你 这句我好想你 瞬间唤醒了秉博昨日的记忆 而她此时心神不定的模样 正是李静松想要看到的 接着她又继续添油加醋 说现在的男女都喜欢用短信的方式示爱 可以把藏在心里的话都表达出来 看似没什么关联的话 对于秉博而言却是字字珠心 她表面上风停浪静 可心底的怒火早已蠢蠢欲动 晚上 就在夫妻俩准备休息的时候 婷婷的手机再次响起 秉博第一时间拿起查看 不出所料短信的内容还是和上次一样 你背着我干了什么好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 我 我不知道这短信是谁发的 你不要以为我腿瘸了 我的眼睛也瞎了 我早知道你不是真心的要嫁给我 你心里一定有其他的人 我没有 你不要冤枉我 接二连三对秉博看到这样的短信 婷婷的解释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再加上丈夫正在气头上 婷婷想等她冷静之后再说话 可秉博完全没有想放过她的意思 我说了别想睡就别想睡 我说没有你我不相信 难道我睡有你才高兴吗 丈夫为了帮妻子治好精神病 竟带着妻子来到了当年被人侵犯的山洞前 可妻子只是看了一眼山洞就吓得大叫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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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小小小小你冷静 为了帮妻子治好病 她用心地学习各种精神方面的书籍 记录着书中的每句话 小小看着炳华如此用心 心里是既感动又内疚 于是上前抱住了炳 炳华以为小小又犯病 抱着小小耐心的安慰 还把自己从书中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小小 她告诉小小 要想克服心中的障碍就要从源头下手 越是害怕她就越应该去面对她 于是第二天 炳华再次带着小小来到了山洞前 熟悉的山洞又一次唤起了小小多年前的记忆 你一定要上这座山吗 在哪儿跌倒就从那儿爬起来 你只有勇敢地接受她面对她 最后才能放下她 可这 勇敢一点 在秉华的鼓励下 小小继续往前走 然而没过多久 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被侵犯的惊 小小小小 小小小 你别这样 小小 小小小 你冷静一点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小小 你看着我 小小小你近平一点 你看着我 我是秉华呀 小小你清醒一点 我是秉华 小小 我是秉华 这一次尝试又失败 小小对自己的表现非常失望 秉华安慰她不要灰心 至少她已经迈出了最难的第一步 这说明以后会越来越好 看着秉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更加相信她 小小暗暗发誓 下次一定要成功 于是主动提出再去试一次 秉华开心地鼓励着小小 第二天 秉华带着小小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地 秉华鼓励小小一个人过去 小小走到山洞前 可怕的一幕又一次出现在小小的脑海里 她实在受不了 跪地失声痛哭起来 秉华看着小小心疼得不知所措 她只能用言语不断地鼓励小小 果然在秉华的鼓励下 小小竟独自面对了一个和当年一样的男人 小小紧闭双眼 尝试压住内心的恐惧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男人已经和她慢慢擦肩而过 这一次 她终于成功了 另一边 秉华的前女友单单在吃饭时感觉不舒服 怀疑自己是怀孕了 于是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医院检查 不出意外丹丹果然怀了秉华的孩子 丹丹想到秉华和小小在一起 自己无法接受这一切 于是她来到海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突然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补的 于是上岸毕业 可好巧不巧 就在这时遇到了刚刚从山上下来的秉华和小小 丹丹躲在一旁偷偷看着 曾经深爱自己的秉华却成了别人的丈夫 而自己肚子里还怀着她的孩子 想到这些 丹丹的心中十分痛苦 脸上的泪水夹杂着雨水不断地流下 她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丹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母亲还没来得及问女儿的情况 丹丹就晕了过去 我请你离开秉华 你怎么突然提出这个要求 你也知道 我跟秉华本来是相爱的一顿 都是因为你我们才分开她 可是我跟秉华已经结婚了 你既然成全了我们 那你 你为什么又要夺走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求 小小不知道该怎么办 丹丹把自己和秉华的过往 全部告诉了小小 原来丹丹早就和秉华领过结婚证 之后因为小小的事情 才不得已和秉华离婚 离婚后才得知自己 怀了秉华的孩子 丹丹的话让小小深受打击 她不敢想象自己 刚刚收获的爱情 就这样拱手让给丹丹吗 小小坐在树下 回想着丹丹说过的话 不料遇到了正在回家的总裁 总裁看着脸色苍白的小小 他知道一定发生了大事 于是把小小接回了家里 回到家以后 看着小小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 全家人都心疼不已 尤其是秉华 他小心翼翼地领着小小回到房间 又是铺床又是帮小小擦头发 等待小小情绪安稳以后 他便开始询问对方刚才为什么会 小小当然不会说出真正的原因 拿学习任务重做借口搪塞了过去 为了逗妻子开心 丹华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 里面是一对陶瓷娃娃 你看啊 像不像咱们俩 他的这一举动 瞬间治愈了小小难过的心情 他感叹自己现在的幸福 是从丹丹那里偷来的 丹华对他突然提起丹丹感到意外 直觉告诉他这两人可能见过面了 好端端的 干嘛提丹丹 你们是不是见过面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很对不住你 如果你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可以不用管我 看 看你 胡说些什么 我们两个呀 就像这对慈娃娃一样 永远不会分开 听完这一席甜言蜜语之后 小小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然而 幸福的时光却十分等待 一觉醒来的丹华发现 身旁却没有了妻子的声音 床上放着一套已经叠好的衣服 感觉事情不妙的 他连忙爬起来去找小小 结果是自己想多了 看着妻子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丹华笑得何不拢嘴 只是他不知道 这一顿早餐过后 他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吃完早餐 丹华准备去上班 一不小心将桌上的瓷娃娃打碎 小小被吓一跳 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 小小立马过来收拾 并催促丹华去公司 就在丹华起身的时候 小小拉住了丹华 并说了很奇怪的话 被你爱过 我真的很幸福 所以你也一定要幸福 傻丫头 你说什么呢 有你在我身边 我一直都很幸福 丹华并没有发现小小的一反常态 丹华走后 小小看着紧剩的一个瓷娃娃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稳居哭了起来 为了他最爱的人 他不得不放弃 这种痛苦也许爱过才会体会得到 次日 一家人约好了和亲家母见面 可到了时间点却不见小小来 丹华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小小的电话也是关机状态 一种故乡的预感油然而生 丹华决定回家一趟 可没想到家里却是空无一人 只留下一封信放在桌上 丹华的心瞬间一紧 而信的内容果然验证了他不好的预感 小小为了成全他和丹丹 选择了离家出走 丹华将小小离家出走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妈 不好了 小小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了 原来其乐融融的聚餐也让全家人顿时慌乱起来 大家很不理解 平时温文尔雅的小小怎么会离家出走 信中小小提到要成全丹丹和丹华的事 大家认为小小肯定找丹丹说过什么 这时丹华也想起小小说过的话 总裁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小小了 才能知道小小离开丹华的真正原因 丹华马上打到丹丹家 一进屋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丹华立马质问丹丹是不是和小小说过什么 还警告丹丹 如果小小出了什么问题 一定不会饶过她 小小这么脆弱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小小最好没事 她要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你 你能安心吗 丹丹看着眼前的男人 眼中的泪水不停打转 没想到三年的感情 竟败给了几个月的心愿 你竟然为了少小 说出这么无情的话 真是今非昔比啊 看着昔日恋人这般无情 丹丹十分的伤心 高母看着女儿一次次被丙华伤害 愤怒地将丙华赶了出去 此时丹丹已经对丙华彻底失去了希望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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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相信相爱的人会有心灵感应吗 丙华的呐喊声传过了茫茫大海 被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小小听到 小小急切地回应着丙华的呐喊 岸上的丙华似乎听到了小小的回应 激动地把喜悦的心情分享给一旁的助理 可助理是个甘身狗 体会不到爱情的力量 还说是副总幻听 就这样 一盆冷水无情地浇在了副总头上 而另一头的小小也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他失望地回到渔船上 自从离开家以后 小小被一位好心的渔民收留 借助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作为报答 他每天都会帮大叔送我 对于很少干粗活的他来说 这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第二天 怀着运的丹丹在大街上不停地寻找小小 经过几天的寻找 终于在一艘船上遇到了小小 丹丹苦口活心地劝小小回去 因为你的离家出走 丙华已经病倒在了床上 可小小却怎么也不想回去 为了能让小小回去 丹丹竟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根本没有怀丙华的孩子 你说什么 我没有怀丙华的孩子 我是骗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爱不择手段 小小不相信丹丹说的话 当初为了赶走小小 声称自己怀了丙华的孩子 可现在又说怀孕是假的 小小看着丹丹的眼睛 知道他在撒谎 就是为了骗他回去 小小也想回去和丙华一起生物 可他又不忍心 看着丹丹肚子里的孩子 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他要是知道你怀了他的孩子 不会不管的 我不想用孩子的事来挽回他的心 丹丹的善良让小小感动不如 原本是情敌的两个女人 却因为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变成了最好的闺蜜 他很钦佩丹丹的善良死大了 爱情成了他们身上的闪光 让他们懂得了包容和理解 小小最终答应回到丙华身边 就在两人离开小屋屋的时候 丹丹却突然告诉小小 他想继续租下小屋屋 因为他怀孕的是不能让父母知道 所以打算搬出来住 可小小觉得他现在应该要住好一点的地方 丹丹却喜欢靠近大海的感觉 小小拗不过他 两人一唱一和 最后成功让大叔答应把房子借点他们 而小小也在丹丹的陪同下回到了家 看着眼前憔悴不堪的母亲 小小非常的内疚 他没想到自己一时冲动 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母女俩相拥而泣 小小不停地向母亲道歉 身边还有一直在等她回家的女 小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温柔的炳华帮妻子抹去泪水 然后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此时不需要多说什么 一个拥抱足以胜过千言万语 丹丹站在门口看着幸福的两人 心中感慨万千 他强忍着泪水别过头一个人默默地离去 小小的是总算解决了 可丹丹接下来的路却无比艰难 男人躲在门外 正在偷看里面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他的前妻 一个是他的现任老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两人居然能坐在一起相谈圣欢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今天他一定要弄明白这其中的原因 原来在一周前 丹丹为了隐瞒怀孕的事从家里搬了出来 他骗父母说去旅游了 其实他是一个人住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准备偷偷生下孩子 由于小木屋的环境比较差 小小不放心他一个人待在那里 所以他每天利用下课和放学的时间 瞒着家人去给丹丹做饭 时间多的时候还陪他散步聊天 虽然丹丹失去了爱情 但同时他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 小秉华 我是小小阿姨 你可不许调皮 利坏妈妈呀 嗯 没想到两个女人会因为同一个男人 而变得惺惺相惜 然而百密总有一书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的丹华问小小 我今天好像在街上看到你 啊 在哪里啊 在东区那边 有一个女孩拎着包 跟你好像 我还以为是你呢 那怎么可能呢 我想也是 那个时候你应该在补习班 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 丹华说他最近总是早出晚归 这个状态很不正常 连母亲都开始在怀疑他 小小有点唏嘘 正思考着如何应对 丹华却说让他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累了就适当休息 小小这才松了口气 但他不知道其实丹华已经起了一心 第二天 小小放学直接上了一辆公交车 丹华便偷偷跟着他来到了小木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音乐 就在他思考该如何面对两个女人时 丹丹和小小正准备出去散路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丹华责怪丹丹不应该欺骗父母 让家里的父母担心 还说小小不应该骗人 你进步很快啊 学会骗人了 你不要怪小小 他都是为了我 为了你 为你什么 你们俩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小小不想让丹丹一个人受我的去 于是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丙华 丙华 你别怪丹丹 丹丹他 丹丹 事情到这个地步瞒不住了 他是孩子的父亲 有权知道这件事 孩子 你说什么 丹华 丹丹 丹丹怀了你的孩子 丹丹想自己一个人生下孩子抚养 丹华却觉得丹丹不应该这样 是我自己要把孩子生下来的 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跟你们有关系 怎么有我无关 我是孩子的父亲啊 我能无动于终吗 除非 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丹华陷入了两半 一边是怀孕的初恋丹丹 另一边是患难与共的小小 一个世纪男体摆在了丙华面前 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女人怀了前任的孩子 他打算瞒着男人将孩子生下 不料被男人知道 女人劝他不要管 可男人气愤地问 怎么有我无关 我是孩子的父亲啊 我能无动于终吗 除非 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好 你要管 你要怎么管 面对世纪难题 男人不知如何是好 晚上男人回到家了 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可刚开口妈妈就说道 你该不是又要提丹丹的事吧 如果你要提他的事情 就不必再说了 丙华 你现在是有妻子的人 我绝不允许你再跟丹丹 有任何的瓜葛 就是见面也不行 妈 如果你还是妈的孩子 就要听妈妈的话 无奈的丙华被一旁的妻子 看在眼里 他决定帮丹丹生下孩子 次日丙华打算帮丹丹 找个好点的房子 可妻子小小早已经帮丹丹 找到了房子 并把丹丹接了不去 还跟他说这是丙华的意思 丹丹听了非常高兴 主动打电话给他表示感谢 丙华听了一头雾水 虽然他的确是想给丹丹换个房子 但爱与母亲的极力反对 他一直还没来得及出路 就在他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小小进来了 说完小小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丙华 上面是丹丹的新柱子 他让丙华有时间去看望丹丹 离开办公室后 小小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发呆 事到如今他的心里又何尝不痛了 但他对丙华的爱 更多的是成全而不是战役 只有看着对方幸福他才会快乐 丙华看着小小孤单的背影感到心疼 他小心翼翼地从背后抱住这个瘦小的身躯 小小 既然觉得委屈的话 干嘛还要这样做 小小深知丙华和丹丹变成现在这样 全都是因为他的突然介入 明灵是自己破坏了他们的幸福 可大家不但没有怪他还处处为他着想 他很惭愧 所以无论让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就算是把丙华还给丹丹 他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小小的劝说下 丙华去了丹丹那里 但他犹豫再三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敲门 而是把东西放在门口直接离开了 在他还没有想好怎么解决之前 不应该让丹丹抱着希望 可是留给他做决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母亲已经有所察觉 如果被他知道了这件事 那必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次日 小小去看望丹丹 不料被路过的总裁看到 总裁得知丹丹怀了丙华的孩子 他坚决要求丹丹拿掉肚子里的孩子 他是丙华的骨肉 您的孙子 你竟然要杀死他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残忍的奶奶啊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信 这孩子就是不能留 我恳求你 我求你去把孩子打掉 我求求你了丹丹 丹丹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玉兰作为长辈宁愿像一个晚辈下跪 都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亲孙子 他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让对方给他一个拿掉孩子的理由 可玉兰没办法跟他解释 因为真相实在太残忍了 他只知道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丹丹把孩子生下来 丹丹一气之下把玉兰打了出去 无奈的玉兰只能先离开这里 但这个孩子他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丹丹生下来 而这边 丹丹的母亲无意间发现了丹丹怀孕的事情 为了女儿的将来 他也劝女儿将孩子拿掉 我要把他留下 我要把他留下 你别傻了 张丙华不能对你负起这个责任 你怀了他的孩子 会拖累你一辈子的 妈 你怎么跟王阿姨一样 非要置我肚子里的孩子于死地 丙华从高大夫那里得知 自己的母亲去找过丹丹 他知道丹丹怀孕的事 逼着丹丹 拿掉孩子 有这种事 妈不应该这么不尽人情 丹丹被逼得快精神崩溃了 你想想 现在你打算怎么处理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正在考虑这件事 我可以等 我怕丹丹等不了 你要想办法尽快地解决才是 丙华一回家就问母亲 为什么要逼丹丹拿掉孩子 玉兰却反问丙华 为什么瞒着她和丹丹结婚 丙华承认是自己和丹丹之前做错了 但孩子是无辜的 为什么母亲连这点仁慈都不肯施舍 丙华 你真的不懂妈的心 你真的不懂我的心 不是妈的心太狠了 是 我不懂 我永远不懂您的心 你已想叫我做人 要敢于承担和负责任 但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一个女孩 你却叫我不必对她负责任 妈 对不起 受你二十八年的熏陶和教育的张丙华已经无法改变了 说爸丙华就要去找丹丹 你要去哪里 你比丹丹大条孩子 她现在已经痛苦的快要崩溃了 我去看看她 不准去 妈 对不起 这二十八年来 我要第一次违抗您了 我不准去 你不能去 因为你们两个是 是什么 你们两个是亲兄妹呀 母亲的话给了丙华当头一击 爸 你是为了不让我和丹丹在一起才故意这么说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怎么会瞒着你啊 我为什么要胡说 当年 我是怀着你 嫁给禀国的爸爸的 我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天哪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安排这种结局让我来面对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到底是怎样的一段爱情 竟让男人这样伤心欲绝 原来就在刚刚 母亲告诉他 和自己相恋多年的女友 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丙华听后无比震惊 他无法相信相恋多年的女友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一气之下夺门而出 丙华来到前女友丹丹的家楼下 他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丹丹 但又想到怀孕的丹丹如果知道真相后 他能否受得了 丙华的心中十分纠结 就在此时 屋内的丹丹似乎感觉到了丙华就在门外 他想要冲出去见他一面 丹丹的每一句话 都深深地刺痛着躲在树后的丙华 看着心爱的人饱受煎熬 他心如刀绞 次日 小小找到了彻夜未归的丙华 看着丈夫憔悴的样子 小小十分地心疼 他表示无论丙华做出什么决定 他都会全力支持 丙华被小小的善良感动不如 他已经对丹丹亏欠太多了 不想再伤害眼前的妻子 而丹丹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丙华始终都没来给自己一个解释 丹丹再也不想活在这样的痛苦之下 于是打电话给丙华 可丙华却故意对他视而不见 于是丹丹决定亲自上门去问问丙华 丹丹 我哥他真的不在 他的手机明明是通的 响了几声才挂 是他存心不接我电话吧 不会吧 那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这时丹丹看见了桌上的茶杯 于是走过去摸了一下 茶水的温度证实了他的猜测 他转过身对着丙华说道 谢谢你啊 你真是他的好兄弟 请你转告张丙华 有什么事可以当面商量 躲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回到家的丹丹将今天的事告诉了母亲 贺之梅想不通 丙华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女 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觉得肯定是玉兰在从中作梗 于是她决定去找王玉兰讨个说法 两个曾经最好的闺蜜 如今却形同陌路 贺之梅质问玉兰 凭什么让丹丹打掉孩子 玉兰没有说出真相 并坚定地说道 没错 丙华谁都可以娶 就是不能娶你和高绪东的女儿 玉兰的这句话激怒了 正在气头上的贺之梅 她一气之下将当年拆散 玉兰和高绪东的事全盘做出 玉兰听后无比震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我只会想着你 我跟你一样 深深怕了 可是 她永远都对我视而不见 再去受断 我永远都不会得到她 玉兰想不到自己恨了高绪东29年 到头来居然是个错误 经受不住打击的玉兰 最终倒在了倾盆大雨中 就在刚刚 最好的闺蜜说出了埋藏心中 二十多年的秘密 导致她错怪了自己的初恋 整整二十年 女人受不了如此打击 倒在了大雨中 由于母亲迟迟未归 儿媳和众人在大雨中大声呼喊她的名字 家人们都狠了 好端端的母亲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在外面 收听 玉兰怎么样了 高伯伯 高伯母跟我妈说了些什么 害得我妈这样 知名 把她当天破坏 玉兰和我感情的真相告诉了女亲 她接受不了 所以 经过医生的抢救 玉兰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她的心病才刚刚开始 等众人陆续离开医院后 高旯东独自走到了玉兰的病房 看着眼前宝经折磨的女 她深感愧疚 那个曾经天真活泼的女孩 并不是被岁月打败的 而是被她的无情害成了这样 高旯东颤抖地握着玉兰的双手 她觉得自己这辈子最爱和欠的最多的人就是玉兰 玉兰 我相信 你一定能听到我说的话 你一定一定要 快得好起来 你一定要给我机会 让我好好地补偿你 好吧 沉睡的玉兰听到高旯东的话 眼角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回到家的高旯东 看着眼前的妻子愤怒不明 她想不通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为什么妻子还要重新揭开玉兰的伤疤 这对玉兰来说无异于是毁灭的打击 两人的争吵被屋内的女儿听到了 单单想不明白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家 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 跳空了没有 为什么一夜之间 家不像个家 家夫妻不像夫妻 全世界都变了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全都走了呀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逼付了 面对单单的质问 父母无话可说 本就有身孕的单单不仅仅要承受秉华的无情 还要顾及父母的情感 她真是苦不堪言 第二天 大家来医院看望玉兰 这时秉华的手机突然响起 不出所料一定是单单打的 母亲看出了儿子的难看 但逃避终究不是办法 她劝秉华尽快让单单去把孩子拿掉 再拖下去会越来越及时 让我把孩子打掉 秉华 你妈太过分了 小小的一条生命都不放过 她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呀 单单 我妈说的对 这个孩子不能要 单单简直不敢相信 一个父亲居然要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 而理由仅仅只是一句为了她好 秉华无法将真相告诉单单 任凭对方怎么骂她 所有的苦都只能往肚子里面 总之孩子是一定不能留的 气得单单直接挂掉了电话 越南剑此事得不到解决 她赶紧把高续东叫了过来 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 她不得不含泪将埋藏多年的秘密告诉高续东 秉华 秉华是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高续东听后火速赶回家 二话不说就要拉上单单去医院 父亲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变 让单单彻底崩溃 她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赶出来 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 高续东重新敲响了单单的房门 她尽量安抚着女儿的情绪 平静而缓慢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单单 你知道吗 秉华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女人站在五百米高的天台上 撕心裂肺地哭着 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为什么让我爱上自己的亲哥哥 原来就在刚刚 父亲告诉她 自己相恋三年的男友 竟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单单以为父亲是在开玩笑 不想让她和秉华在一起 才编造出这样的谎言好让她死心 没想到上一辈人的恩怨 居然给下一代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 父亲虽然感到无比愧疚 但还是希望女儿能够接受现实 及时止损才是最重要的 单单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 她靠在父亲的肩膀上 几乎快要哭晕了 隔天 母亲叫单单出来吃饭 结果发现房间是空的 桌上留了一张字条 上面的内容吓得母亲惊慌失措 他们没想到女儿会去自杀 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 高续东立马打电话给玉兰 让他们一起帮忙寻找单单 秉华知道后更是心急如焚 而此时的单单已经渐渐失去控制 脑海里全是和秉华在一起的甜蜜过往 但现实却告诉她这些都是错的 她无法接受爱上亲哥哥的事实 天台上的单单单单一步步走到天台边缘 千钧一发之际 秉华救下了即将跳楼的单单 单单回到家 母亲却告诉了单单一个既开心又无语的秘密 单单 对不起 也许 我该早点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原来单单并不是高大夫的亲生女儿 当初贺之眉和高大夫的孩子 刚出生的时候不幸夭准了 之眉害怕丈夫会因此离开自己 恰好医院里当时有个孕妇很穷 没有能力照顾孩子 于是她把单单抱回来当作亲生女儿抚养 高大夫对于妻子的种种行为已经感到麻木 但她还是开刀女儿不要责怪母亲 哪怕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他们依然是单单的父母 一家人重归于好 而秉华又再次陷入了那个世纪难题 两个女人 一个是新婚不久的妻子 另一个是怀有身孕的前妻 她该如何选择呢 为了能让丈夫幸福 她决定放弃这段婚姻 让丈夫和怀孕的前妻重新在一起 怀孕的单单得知这个消息后 既开心又无奈 回到家的单单拿出当时饼拔为她挑选的婚纱 感叹两人之间的感情 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她终于迎来了美好的结局 眼看属于她的幸福唾手可得 可单单却高兴不起来 她回想起自己怀孕期间 都是小小无私地照顾她陪伴她 她很珍惜这份勇 但又舍不得深爱的饼 想到这些 单单变得犹豫起来 她不希望自己的幸福 是牺牲别人换来的 经过一番思考后 她默默把婚纱收进箱子 然后告诉父母 她打算回美国待上一段时间 孩子的事情也会处理好 让大家不必为她担心 现在她只想远离这些是是非非 或许这一离开 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随之消失 就当她和秉华的一切都是长梦 梦醒了也就结束了 第二天 一家人准备送单单去机场时 克志没多次打电话想告诉秉华 可惜一直没人接听 直到他们到达机场 电话才终于拨通 可惜时间已经太迟了 单单含泪告别了父母 可她终究也没能见到自己心爱的男人 急忙赶来的秉华 连单单的背影也没看到 她望着前方人来人往回头 眼神里充满了遗憾 随后 是没把单单留给秉华的信交给她 秉华 你好 我们这段感情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之后 我已经可以确认了 咱们真是有 我一直在这一身 我都没有男子 我都没有男子 你不必担心我 至于孩子的问题我会处理好 我走以后 请你把我忘了 好好对待消息 她的善良是我的文明 而不是琢磨 而是质 只有她幸福 我都离去才会有几个值 也能用你的幸福 我才不必牵挂 至此 他们的三角链随着单单的离开 暂时画上了句号 而秉华也在这场风波之后 迎来了事业上的新巅峰 玉兰在董事会上正式宣布退伍 由新的接班人继任董事长一职 我决定把东盛企业整个经营管理权 交给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 张秉华先生 秉华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他理所当然地以为是弟弟来坐这个位置 没想到母亲会这么看重他 二十几年来 由于秉博双腿残废的原因 母亲把心思几乎全花在了他的身上 对于大儿子他一直打到愧疚 看到大家都十分认可秉华 玉兰的心里也总算有点安慰 他希望从现在开始弥补秉华 可秉华却不幸出事了 由于公司的实验室意外失误 秉华为了救一名员工 不幸被倒落的柱子砸晕 这个男人在大火中救人 不料被倒下来的木头砸中 被人救出时已经奄奄一息 家人们赶忙把他送到医院 可医生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 却给出这样的结论 玉兰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 他回想起和秉华的过往 小时候的秉华是多么听话 因为弟弟残疾的双头 秉华被妈妈无情的责管 还有深爱的丹丹 也因母亲的阻拦 没能如愿在一起 想到这些 玉兰的心中愧疚不已 他爬在秉华的身上哭了 此时的秉华正努力地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母亲 说出了埋藏心中几十年的心愿 我好累 从小一直渴望 能当在妈妈的怀中 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现在 总算体会到 躺在妈妈的怀中 这子女 好温暖 好幸福 我真想 就这样 睡下去 家人们争得医生的同意后 进来见丹丹最后一 妻子小小早已哭红了双眼 她不敢想象失去丹丹后 她该走步 秉华努力地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家人 她满眼的不少 放心不下兴奋不久的妻子小小 更对不起养育自己二十多年的母亲 秉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想要抓住妈妈的手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在替她的家人们着想 秉华的一生都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周旋 本该到了享受一切美好的时候 她却遗憾地离开了家人们 这个天使般的男人可能是来源间杜劫的 完成了任务又回到了天堂 自从秉华离开以后 家里的每个人都像笼罩在阴脉之下 秉博和妈妈更是一举不振 玉兰每天擦拭着秉华的印象 看得出她对秉华的思念 想起小时候对秉华的亏气 她非常自责 脑海里不断出现秉华的布 秉华 快 秉华 快过来 我来让妈抱抱 放 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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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对不起 妻子小小每天堵物私人 是秉华点了她重生的希望 每当想念秉华时 她总是来到秉华的墓前 将自己的心事诉说给秉华听 远在美国的丹丹得知秉华的事情后 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赶回来 回到家的丹丹看着秉华为她买的婚纱 再次回想起和秉华的过往 曾经的他们是多么的恩爱 我和我们的孩子都回来 你怎么可以走了 啊 丹丹来到秉华的墓前 摸着冰冷的墓碑 丹丹再也抑制不住地大哭了起来 我阻止你打在这儿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明天没有 你明天没有 你给我起来 你进来 丹丹对爱情执着地等待 却换了这样的结局 她幻想着秉华来娶她 幸亏母亲及时改来 才叫醒了幻觉中的丹丹 回到家的丹丹从父亲口中得知 秉华一家还没能从失去秉华的阴影中走出 每天靠着回忆支撑着自己 听到这些 丹丹的心中五味杂陈 她决定为他们做点事 回到房间的丹丹看着可爱的脸子 回想起自己怀孕时 小小对他们贴心地照顾 才让自己能坚持生下孩子 小小又是那么地喜欢孩子 于是善良地她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 她把小秉华交给了小小抚养 小秉华的出现给这个失落的家庭 带来了无限欢乐 仿佛秉华又回到了他们身边一样 如果秉华还在 看到这一切肯定会非常高兴 一年之后 婷婷和秉华的孩子也顺利降生 给这个大家庭再次带来希望 而两代人的恩怨情仇 也在岁月的磨合当中渐渐消失 最终留下了一张张相爱的凭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